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九十集 透过老顶窗的四角天空 鱼醉看到鲜红的旭日 那笑容慢慢地凝固了 这个细微的动作被傅国生发现了 他挪挪胳膊问着 鱼老大 你这外面干什么的 怎么进来快十天都没进提审里 小醉 抢了个钱包而已 我估计 坐上顶多三两个月 又得出去 对于这个他很有谱 许平秋肯定不会让他在这儿一直待着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去 不过现在他考虑的不是什么时候出去 而是考虑到时候自己舍不舍得出去 就是吧 从来没有过这种当老大的感觉 有人送水 有人送饭 外面的东西进来以后 紧着好的挑 就晚上睡觉以前 也有下等犯人给你垂背捏腿 就这服 搁外头桑拿房 怎么着也得好几百吧 他想着的时候又笑了 侧头看傅国生和黑子时 两个人据是一脸不信 似乎实在是接受不了 眼前的劳二 是一个抢包的小贼的事实 于罪笑笑 我他妈在外头 真是个毛贼 为什么说实话都没人相信呢 非让我说我杀过人你们才信 艺术 小鱼是个艺术啊 将来处去 绝对要成为一方歹牢的权质 兄弟 就你这狠劲啊 要是加入咱们砍手党 早就是胡风唤雨 对角满城颤的人物了 两个人说的都是真心话 特别是黑子曾经私下里 和父老头说过 这劳二绝对是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狠茬子 可不料劳二兄弟 一直强调自己就是一个毛贼 到如今都让大家觉得惋惜不已 实在是天度英才啊 不给英雄用武之地 我也是没办法再当毛贼 混饭 大家进来 还不都是这样的 其实啊 我曾经有个很远大的理想 理想 这个词在这里可不常用啊 啊 我倒想知道 你这个差点勒死我的 会有什么样的远大理想 我本来想当警察抓坏蛋呢 可没想到成了被警察抓的坏蛋了 领导班子的几位一愣 面面相去着 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似乎这个笑话格外的可笑 余罪也随着众人开怀畅笑 其实连他自己也觉得 自己这句话确实有点荒诞 这时候外面的铁门声响了 例行的查仓开始了 尖仓的纪律性比警孝还要严格 余罪和众人一咕噜起身 奔回舱里 一舱人影穿梭 眨眼间规规矩矩 三个一行 六个一裂 盘腿坐在通铺床上 门咚一声打开了 管教表情肃穆地站在舱前 每天从这个时候起 老李的一天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点名 例行公事 倒垃圾一天只有一次 这唯一的一次机会 一般是牢头享有的 倒垃圾回来的傅国生 虽然是猥琐地进了舱里 不过手里还是夹着一支烟 门关上时 他早翘着二郎腿和牢三牢四吹嘘上 牢三黑子和牢四阿卜 抽着牢头剩下来的烟屁股 自然是赞誉有加 更何况今早进来的东西 又是副锅生的一大包 还没准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呢 本地人就是有这个优势 天南海北的就不行了 都看着人家的东西流口水呢 于醉也已经习惯了 这些犯人们的私下小动作 只要不是太过分 而且能买通管教 有些违禁物品还是能送进来的 特别是就为这些口腹之响的 管教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笑了笑 接过了瓜娃子递过来的早餐 胡乱地吃上了 现在才发现 这伙食实在不走 米饭硬的 也不知道多少年的沉迷 菜只有瓜菜 连瓜子 花壤一起炒 一点油水也没 连他们盐味也没 吃完饭 无聊的时间就开始了 这个时间段只要没有雨 雨醉一般情况下 都是在放风的外间 压压腿 做做俯卧撑 随着进来的时间越来越久 他明显地感觉到体力在下降 本来在警校的时候 能做一百多个俯卧撑 而现在 做到一半就气喘吁吁 没办法 营养跟不上嘛 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 连着做了四十多个 额头见汉 他一翻身 做到了墙角 紧力压着腿 反正也是无聊嘛 洞洞总比歇着强 于醉计算着入狱的时间 已经整整十天了 没有提审 更没有探视 甚至连管教 叫出去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里他叫于小二 有时候他都有一种错觉 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抛弃 被遗忘的人一样 偏偏被遗忘的都不是本人 好像自己生来就叫于小二一样 反倒在焚熙的家里 在警校上学的时光 都像是在梦中一样 变得不那么现实 监仓里这些人 到底谁才是目标呢 三个贩毒的 六个伤害抢劫的 五个偷东西的 两个骗子 走了一个强奸的 又进来一个做假护照的 这十天还遇到一个 据说是杀人的 我看着可一点都不像 进来就哭得稀里哗啦 第二人刚挨了问奏 就被提走了 这儿是积压舱 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 从这里出去的人 有三种去向 一是直接出去获得自由 那是所有人渣的梦想 二是罪行轻一点 被发送到牢教所 或者直接就在看守所服刑 也算是烧高香了 第三就不行了 直接被送进后面的 逮捕监仓 正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 嫌疑人 简单地说 叫人民的敌人 在这里 平生第一次 于罪发现自己是如此的高尚 不但高尚 而且纯洁 不但纯洁 而且正直 就这个奸仓里 刚十八岁的瓜娃子 都混了七八年了 东北的软黑子响了 东北虎 西北狼 中原号出破烂王 一言盖之 自己属于北方的王者 于罪很惊讶 这几乎是全国犯罪状态的 高度概括 北抢南片 西厄东奸 汇聚到杨城这个奸仓 几乎就是全国人渣 大串联了 于罪笑了 他们又在打牌 没什么可赌的 赢的就扇输者的耳光 打牌经常演化成打架 打完了也不记仇 回头继续打 于罪有点累了 终于放松了紧绷着的全身 说了一口气 又一次看到云南那位人渣 阴阴地看了自己一眼 于罪没有理会 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家伙 是一个另类 近来被打的时候一声不吭 你让他干活 他什么也不干 揍了两顿 他不反抗了 可是也蛮不在乎 反倒是几天以后 老头带回来管教的消息 不许打这个人了 这个人肯定是个药犯 看得狼眼英鼻 就让人不寒而栗 那个人天生 对任何人都不信任 从进来以后 就一言不发地 睡在马桶池边上 直到于罪 让他换了睡觉的地方 他的眼睛里面 也没有半点感激之情 于罪又看了这家伙一眼 他赤着脚 再搓着一卷卫生纸外的塑料包装 那搓成细绳能当腰带使用 可见这里的犯人都会自己动手了 一看他的手势 于罪在暗暗地想着 这家伙洗澡时 夜窝的皮肤颜色不同 那时被后座雷震了 他玩过枪 说不定还玩过长枪 再看他后背 永远挺得那么直 这家伙当过兵吧 瞧他看人的眼神 肩仓里坑蒙拐骗的小毛贼 一个眼神就能被他吓跑 哼 这绝对不是个普通人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